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智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3月28日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今天一共有8场比赛 火箭锁定联盟倒数前三 拥有前四胜位签的最佳概率 独行侠击败步行者 终于结束连败 熊鹿轻松击败活塞 姿姆哥休战 太阳面对绝世 没想到还是替补战出来 一波流打垮对手 76人和绝筋的比赛 能比得选择必战 76人第三阵容在垃圾时间 硬生生打回悬念 但最终西败 开拓者已经彻底放弃了 被蹄虎狂扫 森林郎击败国王 成功杀入前六 无人昨天输给公牛 而公牛今天则被快船直接打花 目前西部绝技51胜24负高居第一 辉胸六连胜后战绩为47胜27负排名第二 国王输给森林郎 战绩来到45胜30负继续排名第三 他要40胜35负守住西部第四 快船40胜36负排名第五 由于森林郎最近次连胜 他们战绩追平勇士 同位39胜37负 森林郎相互胜负关系占优 杀入前六 而在勇士身后 替护战绩38胜37负 也只相差0.5胜差 胡人和雷霆战绩均为37胜38负 独行下37胜39负排名第十一 而却是开拓者逐渐掉队加上马刺和火箭 西部四队已经失去竞争力 本赛季至今 勇士仅剩下六场常规赛了 翻看西部各支球队的排名和详细战绩 勇士基本上已经到了必须全力争取每一场胜利的时刻 因为他们现在的处境真的是前有追兵后有围堵了 所以他们接下来不能有其他任何其他的想法 更不能有之前那样松懈的态度了 并且勇士胜利的六场比赛中全都是同区对手 除了马刺和开拓者之外 其他的四个对手提湖 雷霆 太阳以及国王那都是潜在的季后赛资格竞争者 他们如今已经处于磨牙晕穴的状态 勇士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为他们打入附加赛区 因此 对于如今的勇士 虽然他们罕见的在主场输掉了比赛 但这也不是为一个其实的警钟 这个强有力的信号应该被科尔为首的教练组捕捉并重视起来 同样这个信号更值得让库里和格林重视起来 因为他们是比赛中球队的中枢神经 一旦他们松懈 那么球队和男友足够的能量去战斗 其实从上场比赛就可以看出 勇士的内线在戈贝尔 唐斯 李德的攻击下 弱点暴露无遗 到来现在状态下降的厉害 虽然每场也能20多分 但是命中率太低了 出手次数多 这赛季 勇士只要有人付出 勇士完败 一场没赢过 这场库里也有过 一个断球三打一步传球 自己顶着防守人上来 结果没进 这球其实很关键 另外普尔跟当年JR很像 有能力 有胆识 扭起来杀神杀佛 可就是无法撑场面 指不定啥时候就断电 而且反噬主队比较严重 数据不错 就是没有用 勇士这场输了志愿自己 三连郎打得也够邋遢了 关键时刻频频失误 全是要命 这场水化被过 全队出手83次 水化一共40次出手 但只得35分 勇士打谁都五五开 能赢就是手感比较好 太难了 今天的三连郎 已经到西部第六了 唐思归来 直通今后赛有望 另外三连郎 这场比赛的防守强度 至少今后赛次轮级别的 裁判也没捣乱 水化但凡准一点不至于输球 勇士要死掉的附加赛 真不好说了 到身后醍醐这些人 都回来很猛的 再加上跪过的胡人 普尔但凡数据来有一个失误 都要背过 汤普森命中率 再差也只是手感不好 还剩下十几秒比赛结束 作为控球后卫的勇士 核心库里 为啥要把球给格林呢 库里持球就是了 好家伙 传给中线附近的格林 格林在回传的时候 被强断导致输球 既然还要回传 库里传给格林 是不是多此一举呢 说到底还是不敢承担责任呀 普尔的失误 是落后三分的时候 跟领先一份的压力 可是完全不同的 这俩失误都是给库里球的时候丢的 真的很无语 另外现在勇士队的比赛 看起来真心受折磨 再也没有以前那种进攻端 行云溜水的配合 防守端让人窒息的盯防 唯一不变的就是 大量受破性跟非受破性失误 不得不承认 古追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或许偶尔的比赛 还会看到过去的影子 但想要再次登顶 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而普尔最大的问题 是个人英雄主义 喜欢打英雄球 心态摆不正就是问题 普尔这个赛季 多少次关键时刻失误了 太不稳了 用事前他顶心真的是失策 当然科尔你要想让普尔上位 就要有破例把汤普森 按在替补席 没着破例 就老老实实 关键时刻别上普尔 进攻端格林就是电线杆 林在那儿 接球后就是传球 科尔还让追梦最多的上场时间 什么操作 库里三分舔了很多场了 又没有能力造杀商走上罚球线 效率就很难看 这样下去勇士有可能跌到辅加赛区 本场比赛 不怪普尔 关键球在于库里那个上篮没进 那球其实可以传普尔 普尔空位三分还是比较准的 虽是勇士球迷 但实话是说 终于多少有点主场哨了 勇士不控制失误 这赛季走不远 库里多少次漫不经心的传球失误 总决赛被传的教训看来还不够深刻 而且普尔关键球不行 还是要控制他的上场时间 打高兴就乱来了 关键时刻两个失误 勇士已经很多次关键时刻失误了 普尔真的是上好 普尔最后时刻的超远三分真心大 本来想在主场装一下 没想到打脸了 希望勇士不要掉到富家赛区 如果不幸又遇到体肤跟狼 估计只能跟胡人一起回家钓鱼了 哪怕达到第六遇到今年主场战绩前六的国王估计也是一轮游 去年的好事不会再发生了 勇士今年没有主场优势 就不要想其他的了 勇士关键球还是要库里持球合力才是再大威胁 拆当错位法国老才成 打欧球库里汤神都摆脱不了狼群 最后 今天早些时候 据勇士随队记者安森尼斯雷特表示 联盟消息人士透露 由于始终无法在续约合同上达成一致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评估和协商之后 汤普森正式拒绝勇士开出的续约合同 据悉 后者开出的是一份总价值两年4500万美元的合同 随后 记者安森尼斯雷特介绍 汤普森之所以拒绝降薪续约勇士 最主要的原因是 以目前汤普森的个人数据 以及在球队扮演的角色 汤普森团队认为这样的表现 完全值得一份四年1.2亿的次顶薪合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即便是无法与勇士完成续约 汤普森也并不缺少追求者 多个消息员告知 明年休赛期拥有7000万美元薪资空间的火箭 已经将汤普森列为优先追求的目标之一 本赛季至今 克兰魏勇士队出战了63场比赛 场均出战33分钟 能够得到21.8分4.2篮板 2.4助攻0.7强断的数据 投篮命中率43.6% 三分命中率40.6% 罚球命中率87.3% 虽然此前几年连续遭遇过大伤 但是单论数据而言 克兰的状态依旧保持得不错 虽然防守端已经不见当年的压迫感 但是得分爆炸力依然还有 就是不太稳定 而本赛季克兰的健康状况也很良好 在球队拥有诸多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球队战尽还能稳居西部前巴 克兰可谓是首要功臣 作为勇士队的功勋老臣 勇士队管理层对于克兰也算是有情有义 时间回到2019年 当时勇士队在克兰遭遇毁灭性伤病时 依然责任地选择了与其签下一份五年 1.9亿美元的顶薪合同 当时也被不少球迷东未知佩服 毕竟遭遇跟见伤势后 很少有球员能够重回巅峰 而此后第二年再次连续因伤病报销 而那两年的勇士队也堪称是最艰难的 但是自从上赛季克兰付出后 对于勇士队的帮助是立竿见影的 球队立马展现出了竞争力 称回季后赛的舞台 并且一路过关斩将 强势逆袭多怪 而克兰也用出色的表现证明了 他依旧是这支勇士队不可或缺的一员 水花兄弟依旧可以泛滥 而由于受困于球队薪资空间的限制 勇士队此次续约两年4500万的报价 确实显得有点差点诚意 不过考虑到勇士队面临的巨大的薪资压力 今年夏天还有追梦格林和迪文勤作等的续约 这份报价则显得在意料之中了 不过明年合同到期就将年满34岁的克兰 显然想为自己磨的最后一份养老合同 而4年1.2亿美元的报价似乎也不算太离谱 对于勇士队而言 克兰确实有着重要的意义 只是目前续约还会进一步协商 相信最终克兰还是会与球队达成续约 实现一人一成的愿望 本赛季至今 勇士队取得了39胜36负的战绩 排名西部第七 当时这个位置并不稳固 且为祭祀仍未有付出的具体消息 这也恐怕会为勇士队本赛季的前程埋下伏笔 勇士队本赛季或许已经难有作为 但是无论如何 球队首要任务还是要留下核心阵容 毕竟这套阵容已经帮助他们在过去的八年里 夺得了四次总冠军 而显然他们依旧处于各自的巅峰七尾巴 依旧具备一战的实力 你们觉得本赛季的克莱汤普森值得多大的合同续约呢